下课时间 狐狸猫与小树蛙 在教室内玩丢橡皮擦的游戏 在教室后面平坦的地板上 将各自的橡皮擦 顺着地板滑出去 看谁的橡皮擦滑得比较远 最远的获得胜利 小树蛙发现 无论它使用多么大的力气丢橡皮擦 总是丢得比狐狸猫还要紧 小树蛙喃喃自语 奇怪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橡皮擦一样大 你却总是丢得比我还要远 狐狸猫得意地回 那是因为我的力气比你还要大啊 小树蛙不服气地说 才不是嘞 我跟你比碗力的时候 总是平手 我跟你的力量是一样大的 那你试试看 拿我的橡皮擦丢丢看 看可不可以丢到相同的位置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疑问 当疑问产生的时候 会想办法去解决 并且会尝试许多方法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狐狸猫与小树蛙在玩丢橡皮擦的时候 双方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赢得胜利 所以啊 他们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方法来验证 使自己心中的疑问获得解答 而且得到的答案 是经过严谨评估的结果 并且是具有幸福力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得一个公正 且具幸福力的答案呢 前面章节有提到 我们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科学的方法包含哪些呢 从日常生活中 透过细微的观察来发现问题后 会进行相关的文献搜集 搜集更多具有公信力的资料 了解更多要探讨的知识内容 并由思考形成一个自己的实验假说 像是狐狸猫认为自己是因为力气大 才丢引小树蛙 假说成立以后 则会进行相关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说 或是反驳原本的疑问 再由得到的实验结果 进行结果分析与解释 最后得出结论 你记起来了吗 观察 产生问题 文献探讨 假说 实验 结果分析 提出结论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在对我们的疑问进行实验之前 我们会先进行哪件事情呢 A 产生问题 B 文献探讨 C 设定假说 D 以上都是在实验之前要进行的 狐狸猫认为自己是因为力气比较大 所以在丢橡皮擦比赛时 可以获得胜利 小树娃则怀疑 两人比赛的结果 并非力气的差别造成的 在这种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 小树娃透过与狐狸猫的丢橡皮擦竞赛中 发现 就算狐狸猫用相同的力气丢 橡皮擦也不一定会落到一样的地方 小树娃将所要提问的问题列出来 为什么用一样的力气丢橡皮擦 却不一定会落在一样的位置上呢 接着 它搜集相关资料 发现物体在地上滑行时 会有摩擦力这种东西 摩擦力会影响物体在滑行时的顺畅程度 在比赛中 小树娃与狐狸猫用的是同一个平面 橡皮擦的大小也一样 唯一的不同是橡皮擦的外包装 狐狸猫发现 我的橡皮擦没有外包装 表面比较光滑 小树娃的橡皮擦有外包装 表面比较粗糙 有比较多的摩擦力 小树娃将所想的假说列出来 橡皮擦外包装越粗糙 会有越多的摩擦力 以相同的力道丢出以后 橡皮擦滑行距离越短 有了实验假说后 狐狸猫与小树娃就可以一起设计一个印证的实验 首先准备表面粗糙的纱纸 以及表面光滑的色纸 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纸类包在两块一模一样的橡皮擦外面 并选择一块平滑的桌面为实验场地 这时狐狸猫为了实验的公正性 准备了弹弓 它将两根木筷子绑在桌子边缘 将橡皮筋绑在木筷上 制作简易的弹弓 以求在实验中 每一次滑动橡皮擦的力道是完全一样的 小树娃将实验分为两个组别 分别是实验组与对照组 实验组是为了符合假说而设计的改变 对照组则是没有经过特别改变的组别 实验组是包着较粗糙砂纸的橡皮擦 对照组则为包着较光滑色纸的橡皮擦 在经过多次实验后 狐狸猫与小树娃发现 在同样的场地 用同样的橡皮擦 同样的力道 打出两种不同外包装的橡皮擦 结果得到 不管用什么力道测试 包装沙纸的橡皮擦滑形的距离 都会比包装着色纸的橡皮擦还要短 得出的结果可以验证原本的假说 橡皮擦外包装越粗糙 会有越多的摩擦力 以相同力道丢出以后 橡皮擦滑形距离越短 而根据这个结果 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橡皮擦外包装的材质 会影响橡皮擦滑形距离 橡皮擦外包装越粗糙 摩擦力越大 橡皮擦滑形距离越短 实验结束后 想邀请你一起来思考一下 下列哪一个项目 是要在实验以前 一定要准备的呢 A. 一个明确的结论 B. 结果的分析 C. 充分的文献搜集 在设计实验之前 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 来探讨我们所好奇的问题 透过众多文献的搜集 可以大概解释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但我们还是会有疑惑 也因为文献搜集的这个步骤 我们依据前人做实验的经验 来设计出一个 具有公信度的实验流程 好的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要验证科学性的问题时 我们需要细心地观察 生活中的所有小细节 才可以生成我们的问题 并经由严密的资料搜索后 可以列出对于问题的假设 并设计具有公信度的实验 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假说 实验所得到的结果 在经由讨论与分析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透过这样一连串严谨的程序 可以解决生活中 我们对于各种现象的疑惑 得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哦 magic 未经讨论 我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